咱们一家人哪 好好地吃顿饭 父王 儿臣还有一事 恳求父王恩准 那说吧 儿臣曾向上苍许过愿 恳求父王准许儿臣出家修行 以两却心愿 这 是 身为公主 竟然要出家 这承贺体统 又让天下人知道了 岂不耻笑啊 善儿 一定是记恨父王 和母后当初那样对你是吧 可你不管怎么说 也不应该去出家修行啊 父王母后 儿臣从来没有怨恨过二老 只是 儿臣曾经祈求过上苍 退去瑶豫河水 上苍应验了 所以儿臣一定要承对许诺的 不行 这件事情 父王绝对不答应 父王 善儿 不要再说了 别惹你父王不高兴 是 三公主 可真是狠人呐 她刚一入宫就奏请主上给咱们免了三年的赋税 是吧 还有人说三公主是个灾星 你说她要是个灾星 是啊 三公主要是灾星的事 我们去宁国不是早就完了吗 可不是 是 那我就再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要知道 只要把幕后黑手指出 把他拉下马 他连自己的命都顾不过来了 哪儿还有闲工夫来要你的命 到那时 我也好在驸马面前立保你的平安 这 刘元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可没有耐心一直等着你 你知道刑部是干什么的吗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就怕你不知道 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 为谁死的都不明白 你不明白 父王 如今妙善妹妹回宫了 母后十多年的病也已痊愈 我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是啊 寡人 深感欣慰啊 父王 女儿已成婚 夫君贤能 家庭和睦 日子过得也很幸福 但是 妹妹妙云她 妙云怎么啦 你吞吞吐吐吐的 说呀 她怎么走了 父王 父王 妹妹到了待嫁的年龄了 您也该考虑为她择一门成龙快婿了 是啊 父王也是这么考虑的 那吴丞相之子 吴庆 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她就是此国不答应啊 她从小倔强 她要是看不中的人 父王就别勉强了吧 听你这话的意思 她是不是有意中人了 正是 谁啊 就是前两天刚被父王任命的天尊大将军 什么 天尊大将军 宋多 正是她 她年轻帅气 那名一眼就看上了 也罢也罢 这个疯丫头啊 也早该出阁了 省得一天到晚给寡人惹麻烦 到处撒野 这个事情啊 父王就做主了 就这么定了 谢父王 杜儿 爹 娘 杜儿 是这样的杜儿 我和你娘 在这儿住不太习惯 想回去了 是啊 你看 我们串个门 拉个话的人都没有 都快憋死了 刘宋公公到 刘宋公公 宋多 接旨 臣宋多 接旨 主上有旨 宋多护卫三公主有功 特召为驸马 祭日完婚 以示完恩 签此 臣领旨 谢主容恩 主上有旨 今日就在大殿完婚 婚宴已经办妥 请你务必速速赶荡 不得有误 公公 这么急啊 怎么说我给你准备准备 主上招驸马 自然就会有人操之一切 您还准备什么呀 那我也得和二老说一说 那好 您可得快着点 老农在外面候着 谢谢公公 爹娘 那我就收拾收拾进宫吧 这次可随了你的心意了吧 姐姐这是怎么了 姐姐昨晚做了一个噩梦 今天一早起来 就心慌得厉害 头痛难忍 有没有找月月来看过呀 那些鱼 都是些蠢货 可我才不找她们看 那上来给姐姐看看吧 不用了 姐姐就是有点重邪 听说小妹很有佛缘 不如小妹替姐姐去妙礼 求个平安福好吗 好啊 那 侍儿现在就去 那就有疑小妹了 侍儿先走了 嗯 嗯 鲤儿 本公主的凤冠霞配准备好了吗 宫领一早就差人送过来了 就等着点梅梳妆嘛 好 咱们回府 把新娘送入洞房 好 幸福 恭喜 谢谢 多儿 你现在成家立业了 以后啊 有善儿照顾你 娘就放心了 你爹和我呀 明天就会摇玉村了 娘 爹 二老放心 以后我和善儿会常回去看你 阿尔 善儿怎么没有来啊 梅梅今天派人去寝吧 但回来的人说 三公主今天一大早 去白雀寺求福了 这孩子也真是的 太二姐今天大喜的日子 她去到白雀寺去求福 主上清早突然下旨完婚 今天咱们都没实现这道消息呢 何况善儿呢 她若是知道 应该不会出宫了 华儿 明天你让善儿去 给她二姐送一份厚礼 免得妙营不高兴 姐姐放心 明明会让你抓到的 打我的三天 谁 不一的 你开门 我还疼快 这儿 你开门 我kr Ann ,你开门 我终于等到这天了 什么善儿 你看清楚 我是二公主 怎么会是你呀 不是我是谁啊 对 你也是搞错了 我要娶的是你妹妹善儿 本公主金枝玉叶 难道 还配不上你这个山野莽夫吗 小人一介草迷 高盘不齐 二伯不见谅 你长了几个脑袋啊 你是不是活腻了 对不起 我不能去你 宋多 你给我回来 三公主 听说主上已将二公主 许配给宋多宋将军了 三公主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 是 是善儿自己不小心 善儿 善儿 邓哥哥 善儿 跟我离开公公吧 现在就走了 巧儿 你先下去吧 诺 善儿 你父王把二公主许配给我 这皇宫我待不下去了 跟我走吧 就咱们两个人好吗 宋多哥 你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将军 现在愿望实现了 又怎么能够为了善儿 让自己的愿望破灭呢 善儿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什么当将军 善儿没有你 这个将军不当也罢 宋多哥 你今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善儿 我发誓我 善儿明白宋多哥的心 只是 善儿跟宋多哥待在一起 只会给宋多哥带来灾难 善儿不要看到那一天 善儿只要宋多哥这一辈子 都平平安安地度过 善儿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了解你 你心里有我 你喜欢我 我不相信我母亲求的钱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只是巧合 不要说不信 她的的确确灵验了 第一次可以说是巧合 但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容不得我们不信 善儿 善儿 宋多哥 你还是走吧 我们两个人 有缘无分 都是这个可恶的妙善 她自幼与宋多青梅竹马 情深意赌 才造成了二驸马今日的冷酷无情 要不是她 堂堂的二公主又岂能如此悲惨 如今我所有的尴尬 所有的不幸都是她给我造成的 我恨 恨得咬牙切齿 恨得寝食难安 你受了吗 善儿 我不许你再离开我了 永远也不许 你知道你这一走 把我的心都带走了 善儿自知配不上了 重新再找一个门当户队的人家 也算是顺了师娘的意 善儿 我宋多这辈子认定了你 太枯实赖 我不便及 你要是不想跟我回去 咱们私奔吧 宋多哥 你别这样我求求你了 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跟你分开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无赖 好 我宋多就当一个人了 善儿 宋多哥 你这是 三公主 我娘生病了 我要回家看护 特来告辞 什么 娘病了 严不严重啊 严重 不行 善儿要出宫去看娘 这次你离大功了 得到了吴贵的罪证 我一定要将这个奸臣的贼子除掉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我要奏民主杀 直接探劾吴贵 可是那吴贵等人也不是等闲之辈 大人仍需小心啊 奴婢参见大父母 起来吧 谢大父母 你不是伺候三公主的奴婢吗 巧儿正是 三公主怎么样了 三公主她 你说话吞吞吐朵了 三公主出什么事了 巧儿看见三公主与二驸马 已经离开王宫了 什么 有一事奴婢不知当奖不当奖 说吧 巧儿看见二驸马拿着行李离开的 巧儿 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巧儿明白 我们都直接大妈 我们都把 Soviet计KI出 Pad� 有事 temps 你 그래 他还好kan 當奖担当奖 大方条 原ika 你却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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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千万人 我倆却伯伯伯就是 伯伯吗 kayak lookin 宋多哥 你骗我 放善儿下来 善儿 你已经是善儿的姐夫了 又怎么能够说出 要与善儿私奔的话呢 我不这么做 你已经是善儿的姐夫了 你已经是善儿的姐夫了 又怎么能够说出 怎么对得起二姐姐 你知道我和你二姐 根本没有感情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和她没有远方 所以到现在 还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现在总还来得及 不 善儿不能跟你私奔 善儿 跟我走吧 不行 善儿绝不能走 就算你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我也得不到我的幸福 没有你 我会痛苦一辈子 善儿 去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不好玩 宋多哥 善儿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种更博大的爱 人活一辈子 不是只有爱情 宋多哥 你忘了吗 你曾经答应过善儿 无论善儿做什么样的决定 你都会尊重我 好 大驸马 我们回宫吧 该怎么继续 好 永不被取得 诺依 娘娘 要不要让奴婢给您梳妆打扮一下 还有什么心情梳妆打扮呀 主上 很多日子都没来本宫这儿了 连那些奴婢 看到本宫失宠 都躲得远远的 真是势态炎凉啊 娘娘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 二公主求见 她来干什么 船 请二公主 参见王妃娘娘 二公主 你心灰燕耳 不好好陪着驸马 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本宫主得知吴王妃 最近心情欠佳 特地为王妃送来一颗夜明珠 听说此珠可以使人气平心静 二公主真是有心了 拿来吧 本宫主得知吴王妃 对 这下午 像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響起坐我们 老爷 柳原的确被张志显抓进大牢了 果然不出所料啊 倒共出什么来吧 据咱们在张志显那儿的县人所业 柳原已经交代了 并且写出供词了 那你们怎么才来领报啊 这张志显也是在暗中进行这事 咱们的人也是刚刚知道啊 爹 柳原这个人 咱们必须做掉 只要除掉柳原 咱们才有一线生机啊 柳原必须要做掉 不过我们也不能 太得罪张志显了 他必定是大驸马呀 出了事 我们也不好向主上交代 不过 我们手上有他的把柄 量他也不敢造次 这才啊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小的兵呗 就是要让宫啊 言讂啊 那这别也几乎顶了 黛原は已经发生 into saga 是 炒的康刊 特儿爱 今天随着发生的样式 奴婢以后 一定尽心尽力伺候好三公主 芳儿快别这么说了 以后咱们就与姐妹相称 叫我善儿就好了 奴婢不敢 三公主看的这是什么呀 佛经 奴婢不懂 吴王妃驾到 三公主 王妃娘娘 善儿才刚刚回宫 还未去拜见王妃 倒让王妃亲自跑一趟 都是善儿的不适 望王妃娘娘恕罪 岂我如此客气 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 也没有王妃娘娘 想象中的那么苦 善儿反倒觉得比较自在 不像是在宫中 凡事都有人替你打点好了 倒不习惯了 是吗 本宫 今天特地没有人做了桂花糕 来送给你品尝 谢王妃娘娘美意 不用客气 那就不打扰三公主休息了 馨儿 回宫 诺 王妃娘娘 慢走 王妃娘娘 慢走 王妃娘娘娘 帖马妃娘娘亲 都别快 会 帖马妃娘娘娘娘娘娘 轻人 帖马妃 whole 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 我真的 丞相大人 听说你在调查老夫啊 调查得如何了 休想老夫配合你啊 丞相大人 你在哪里听说的呀 老夫还听说 您要向主上禀告 老夫有意谋害三公主 丞相大人 你派人杀了女人 是不是做贼心去 杀人面孔啊 此人包藏祸心 我这是为您除害 丞相大人 你是否将我秦宁国的王法 视为无误 丞相大人 和梅儿姑娘的故事 还没讲完吧 丞相大人 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老夫知道 上次你玩了个吊包技 你屁护了凤多 老夫没有追究 但老夫的退让 却换来你张大人变本加厉 老夫 你想知老夫于何地啊 如果你张大人不怕 那么老夫和你张大人 来个鱼死网破 你看如何 好 丞相大人 那柳元死了也就死了 他本身难逃死罪 你为何紧抓着维儿说事呢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步步紧逼啊 老夫 柳元走了 你就是拿着他的供词 到诸上那禀告 怕是也说不清楚 不如你把他 交给老夫 老夫欠你的人情 你看如何呀 是实物者为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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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你是个聪明的人 老夫 记得你的情意 娘娘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也太露骨了 这要让主上知道 您这么谋害三公主 肯定不会轻饶您的 我再也不想 这么不死不活地过下去了 主上的心 早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所有的幸福 都断送在这个妙善的手上 所以 无论如何我都要除掉它 就算是用我的命坏 也在所不惜 娘娘 本宫 是将死之人了 幸儿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没什么好赏赐给你的 我留了一些钱给你 以后 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吧 重新跟个主子 但别跟像我一样的人 不 娘娘 幸儿永远都只有娘娘一个主子 想不到 连我的亲哥哥都不肯帮我 倒是你 对我一片忠心 娘娘 幸儿永远都跟您共进退 本宫一生无子嗣 都是因为妙善这个丫头害的 所以 我要让她陪着我一起死 也算是对我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一个交代吧 三公主 你每天读佛经 不觉得累吗 有多少人怕着想当公主啊 可是三公主好像对公主以为 并不感兴趣啊 善儿求的 只是心得一片清静 三公主 您吃点点心吧 芳儿 你吃吧 努力不敢 没关系 你拿回去吃吧 不必谢过三公主 真香 芳儿姐姐吃什么呢 看你吃得真香啊 这我王妃送给三公主的 三公主就送给我了 有没有 看你那肠样 要不你也吃一口 那芳儿姐姐我不客气了 三公主是我见过最好的公主了 大人亲戚啊 又毫无家子 一顿 二仙子 赵蛰姐姐 自走 看你那是九十三公主 ,你怎么了 芳儿姐姐 三公主 三公主 努力参见三公主 巧儿也何 포し如此匆忙 芳儿不知吃了什么 她中毒身亡了 怎么会这样呢 巧儿 戴上迎接 是我一天劝你 诺 你们怎么会中毒的 回 回三公主的话 我们是吃了桂花糕 就突然复痛 桂花糕 王妃为何要这么做呢 三公主 奴婢会不会和芳儿姐姐一样 永远都起不来了 芳儿是替我死的 只可惜我晚来那一步 你放心 你体内的毒 我已经帮你剧除出来了 奴婢永连 多谢三公主救命之恩 今日之事 不许声张 诺 将芳儿好好厚葬 永连 这几天就不要干活了 好好休养身子 诺 娘娘 三公主怎么样了 三公主没死 是她的奴婢芳儿 误使了娘娘送去的桂花糕 侯王妃 公主 你们在家 命还真大呀 三公主驾到了 我要 啊怎么办呀 三公主 怎么有贤亲雅兴到本宫这儿来呀 吴王妃 善儿只是想来问问 你为何要加害于我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是本宫加害于你呢 你不要狡辩了 你送给善儿的那盘桂花糕还在 若将它承报给父王 会有什么后果你想过吗 会有什么后果 能有什么后果 无非是将一切都了断了 本宫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告诉你 我恨你妙神 若不是你 我的孩子怎么会要折 我的一切恶语 全都源于你 就是把你碎尸万段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吴王妃 你的事母后跟我讲过 你恨我我可以理解 但今天的事罪孽大焉 我可以暂且替你瞒着 但希望从此以后 你能够真心悔过 好自为之 是 杏儿恭送三公主 你以为你这么做 就能化解我对你的仇恨了 善儿拜见母后 善儿 快免礼 谢谢母后 母后 母后问你 这吴王妃想要毒害于你 可有此事啊 奴婢知错了 请三公主责罚 母后 善儿希望能够化解吴王妃对善儿的敌意 母后就不要过问此事了 你的善良母后是知道的 可是面对想要毒害你的人 你若心慈手软 便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你明白吗 可是 母后 善儿还是希望能再试一试 再给吴王妃一次机会吧 也许她能够真心悔过 善儿实在不想再因为自己 吐天杀戮罪孽 与人为善也要分清敌友 一定要听母后的 这是忠告 母后 不必多说了 母后 已经派人去禀告你父王了 西宫娘娘求见 船 臣妾参见主上 免你了 花儿 找把人有何事啊 为主上 王后请主上去三公主那一趟 王后没说什么吧 是有关三公主 今日差点被谋害一事 何人如此大胆 竟敢害武的三公主 臣妾 臣妾不敢讲 但说无妨 是 主上 驾害三公主的人是 是吴王妃 吴王妃 王后娘娘三公主驾到 王妃 臣妾参见主上 儿臣参见父王 平身吧 谢父王 是 吴王妃胆大妄为 竟敢要谋害我的善儿 这回寡人定要严惩不耐 父王息怒 吴媚儿只是一时糊涂 还望父王就饶过他这一回吧 善儿 他要谋害你 你怎么竟替他说话 真是岂有此理 不行 寡人这次绝不能姑息这个贱人 没有人 我真的不是 我暗子 我暗子 你暗子